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施农业 农业部总经济师前贺民教士到2020年前要加快打造建设设施蔬菜产业集群 着力推进南菜北运基地建设和北方设施蔬菜生产发展 农村学生营养 教育部近日通报我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情况 全国699的国家试点县已经有近10万学校开餐 2240万学生受益 环境 住房和长江建设部公布了第一季度污水处理情况 我国乘镇累计建筒污水水理厂3622座 污水处理量相当于1067的西湖 就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初步考虑用4年的时间 扶持80万人以上的大学生实现创业 继续来看负重的小天鹅 在安竹生的童话故事里面 丑小鸭寂寞努力变成了白天鹅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打工子弟要想成为展翅高飞的天鹅 可能要付出比普通孩子更多的努力 让人欣慰的是 总有这样的一群人正在与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打工子弟变成白天鹅 在这其中呢 就包括燕京小天鹅学校的校长 燕兆石 每天中午11点半 是燕京小天鹅学校的开饭时间 因为没有食堂 孩子们的午饭就这样解决了 正忙着给孩子们打饭的这位 就是校长燕兆石 燕兆石 北京人 今年45岁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他 曾是一名飞机试验的工程师 四年前 他找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 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利用闲暇时间 从事支教工作 但半年之后 学校因为招生人数少 经费紧张 眼看着要办不下去了 当时的校长找到燕兆石 希望他能接手这所学校 本来是做志愿者 谁知要当校长 这是燕兆石没有想到的 其实你先跟学生建立起来 有种感情 那么当你真正看到 这散的时候呢 你就有种不甘心 就说 你得不接受这个结果 那你不耐心怎么办 你没有别的办法 2010年底 燕兆石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 正是担任学校的校长 而在与学生长期相处的过程中 他发现 孩子们在低年级的时候 都有着五彩斑斓的梦想 而等到五六年级的时候 他们的梦想就越来越现实 在燕兆石看来 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同样光荣 可社会也有更多的分工 值得孩子们去期许 去选择 孩子们那些简单的梦想 未必出发自内心 而是他们不敢去想 这与他们的成长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父母 就是给人打工的 或者卖菜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认为我们家 都出人次 对吧 大家都不能读书 所以说这个儿子女儿也不行 这些孩子呢 也是跟那些吵咬鸭似的 看到天鹅 就是说他在飞 他就很羡慕 但是他因为 他周围的所有的人 都刚才说你是这鸭子 所以他就不会尝试的去飞了 开启孩子们的梦想 老师无疑是重要的领路人 然而 当时因为学校老师工资低 每月只有800块钱 既没有好的师资 也留不住老师 燕兆石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给老师涨工资 一年下来 就贴进去了15万元 就比如说 明天宣布 每个人工资1000块钱 你想想你们还会剩下这些什么人 教师队伍的大换鞋 换来的是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虽然素质教育 全面发展 已经提倡了好多年 但燕兆石依然坚定地认为 打工子弟要想改变命运 好好读书才是硬道理 在燕京小天鹅学校 550多名学生中 有一百多名家庭困难的学生 他们的学费全免 而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成绩 学校利用周末和寒暑假 办起了兴趣班和补习班 任何想来学习的孩子 也都是免费的 同时 燕兆石会经常带着孩子们 参加各种比赛 他只想用成绩来证明 打工子弟 不比城市孩子差 以前这些孩子呢 他都觉得他自己不行 这些家长呢 他也觉得他不行 对吧 你再跟他说 说你可以可以可以 就说其实他的心理 还是没底的 那好 我现在我就让你 去跟别人比一比 你真的是会比 很多很多的这种孩子强 他不得不承认 他们家孩子 是只天鹅 在燕京小天鹅学校 六年级的刘慧和刘瑞 是双胞胎姐妹 这是姐姐刘慧 这是妹妹刘瑞 和所有同龄的女孩一样 他们爱说 爱笑 有时也爱闹 姐妹俩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 不久前 他们俩参加了北京一所 公立中学举行的 小生初莫迪考试 妹妹刘瑞 幸运地被提前录取 而姐姐刘慧却落榜了 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 刘慧还没有找到 可以接收她的中学 其实 妹妹刘瑞的心理也不好受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姐妹俩就结伴上学 放学 虽然从学校到家 有四五公里远 但过去的一路上 都留下了他们不少的欢声笑语 而现在 姐妹俩似乎都变得有些沉默 不太愿意去提及毕业 升学的事情 这就是姐妹俩的家 一个几乎废弃的蔬菜大棚 是他们的父母 每年花三千元租下的 作为临时住所 在姐妹俩刚一岁的时候 父母就带着他们 从天津近海县农村 来到了北京 四处打工 由于爸爸身体不好 只能在工地打打零工 妈妈做园艺工人 妈妈时常埋怨自己的命不好 没有给两个孩子 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自己的命不好 要给他们带来的 听到妈妈的话 敏感的刘瑞哭了 没事别哭了 长大了 自己好好挣钱 自己满足自己就行了 好好上学 上出来不都行了 刘瑞的梦想 是将来考上大学 找一份好工作 挣钱为父母买一套大房子 但现在 能否找到即将就读的中学 也许会成为 这个小姑娘 人生的第一刀坎 尽管只有13岁 但刘瑞对现实的社会 第一次有了点懵懂的认识 在孩子们心中 知识改变命运 不是口号 而是现实的出路 当妹妹刘瑞在打篮球时 姐姐刘瑞正抓紧复习 准备着小生初的考试 有的同学反复抄写着名词解释 用这种看似不聪明的办法 希望考出一个好成绩 每年 学校有40名左右的学生小学毕业 他们当中 只有少数成绩优秀者会被公立中学录取 更多的学生只能就读打工子弟中学 或者回乡上学 实在找不到接受中学的 只好戳学 在小天鹅学校的校园里 还有一个特殊的年级 八年级 2012届的学生毕业后 有几名学生一直没有找到初中 只好继续留在学校 小天鹅学校根本就没有初中的师资 校长燕照时开设这样一个班 只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至于在社会上游荡 这些年通过媒体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团体和个人 开始关注到燕照时和小天鹅学校 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 小天鹅学校 俨然成为北京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中的 明星学校 学校的招生规模 也由过去的200多人 扩大到550多人 而就是这样一所明星学校 在一定程度上 竟然是黑户 按照相关的规定 新版一所学校 从校舍 场地 设施 规模 教师队伍等软硬件方面 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而小天鹅学校从一开始 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燕照时也曾想过 挂靠一所有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 但不菲的挂靠费 让他望而却步 也有人劝他放弃学校 继续他工程师的工作 燕照时觉得不舍 他不做也没什么不行 也没人逼着你做 就说的话就是说 你不忍心或者你不甘心 现在小天鹅学校 只是在当地教育主管机构 备案而已 还不完全具备办学条件 这意味着 小天鹅学校的学生 不仅没有学籍 而且面临着随时被关停的可能 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屏障 但依然阻挡不了 燕照时和孩子们想飞的梦想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小天鹅 无论他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 但是身份 环境 经济条件等等各方面的制约 依然束缚着小天鹅学校的孩子们 渴望飞翔的翅膀 为了缓和城市打工子弟 上学男的问题 这些年政府已经想了不少办法 但是资源总嫌不够 政策也多少还是有些障碍 一些教育发达的大城市 其实并不缺少教育资源 关键是缺乏强有力的牵头人 出面为孩子们组织这些资源 现在看来政府加拿利鲁 还是解决打工子弟就学男 最有效率的办法 孩子是社会的 他们好 国家就好 如果大家都能把打工子弟 看作是自己的孩子 打工子弟上学就不会是问题了 下节预告 联合国来人了 是真是假 休于期将至 部分渔民提前休于 我毕业 我疯狂 我快乐 看大学生毕业季 更多精彩广告之后 为您呈现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热点 上年来人了 5月17号呢 在湖南岳阳监狱 突然来了两个男的 那叫一个神气十足 一进门就大喊大叫 愣说自己是联合国来的官员 联合国 维和部队 总司令部 特别同学 是吗 没错 就是我的 当时的态度 口气比较傲慢 比较傲慢 他说 他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 他说 等一下会有 上面的中央领导会 打电话给你的 要求你们放人 就这种情况 这两人说 他们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底 批复是专门来提罪犯 林某某保外就医的 硬是要求监狱放人 从监狱提犯人 那是有严格的司法程序的 在被要求出示证件后 这两人居然掏出两张 大有来头的卡片 联合国维护部队总司令部 特别通行证 和全世界维护世界和联合联络工作证 职务分别是办事员和专员 谈话中 这位一直坐在办公椅上 不时仰手拍腿 好一副跋扈的架势 面对这两位异常的举动 警员决定 先将两人控制住 见到这种情形 其中一名男子更是坐不住 掏出手机表示 跟上级领导联系 并且已经拨通了 中南海有关领导的电话 结果可想而知 这哥俩全被抓起来了 一损讯全说了 哪有什么联合国官员 全是花园县的农民 瘦点的这个是监狱当中的男子 林国昌的唐兄 而这个极具保险天赋的是58岁的吴廷彪 两个人还是赶集的时候认识的 而所谓的什么联合国证件和一系列文件 都是在黑市上找人做的假证 这下可好 不仅唐哥没出来 反倒就搭着去两个 这是闹得哪一出啊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热点 眼看为期三个月的黄渤海海域 伏记休渔期就要开始了 尽管伏记休渔期还没有到 可是山东青岛的一些渔民 已经提前上岸了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的基米亚港 尽管离为期三个月的伏记休渔期 还有几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发现在港口里 已经有一些渔船提前进港靠岸了 等着休渔期过后休暇来开 现在基本上就是整晚了 不出来 基本上开不出 因为火源不好 出去老的火源 开不出火几根子不够有钱 就是这一天的火源 倒不上倒不得两千五一省 一千是超年过日 然后就是多多个 那全过日了 吃开一天不吃开没钱 从6月1日开始 我国黄渤海海域将进入 一年一度的伏记休渔期 休渔期为期三个月 到9月1日12点结束 受到海洋渔业资源匮乏等因素影响 一些渔民见捕捞作业情况不理想 已经开始收拾网剧 打算提前进入休渔期了 就是一旦船舶全部停港之后 船舶都集中停放 船在船之间距离非常窄 还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防火问题 我们现在在下面都防守 就跟每一个渔船民都提醒到他们 一定要注意防火 海边捕鱼很辛苦 同样辛苦的 还有草原牧鱼人 在草原上怎么牧鱼呢 在美丽的内蒙古 克什克腾草原 这里的达莱诺湖旁边 有一个达莱诺日渔场 一群牧人以牧鱼为生 4月下旬 湖里的滑子鱼 沿着周边的淡水河逆流而上 在河道中 羊胡子炒 制作的人工鱼潮产 产卵 一捞子下去 能捞个满满当当 捞上来的鱼 直接过乘装车 送进冷库 销往外地 动于被慕名而来的人 采购 越往吉林 河北北京等地 无论海里还是湖里 都要有序捕捞 才能够生生不息 来看下一条消息 又到了大学生毕业季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 有727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28万 创历年新高 一些毕业生感慨 遇上了人生当中的 第一次青年危机 焦虑和迷茫 成为了热门新生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几个大学生的创业的例子 给即将毕业的小伙伴们 鼓鼓劲 在北京最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地方 国贸大厦的环球金融中心 地下室 一层之隔 上面是高级白领的外资银行 下面是张天一的米粉店 40个平方 14个座位 北大硕士毕业生张天一 这个90后 曾经找过很多工作 终于有了想坚持 做下去的事业 开了家乡特色的 湖南米粉店 他的粉呢 也被网友称为硕士粉 张天一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没有好或者不好 只有合适或者不合适 找到适合自己的 就是成功 朱炳帆是中山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在毕业的时候 他手上有几份 让人羡慕的录用书 但是他放弃了国企 选择到少林寺去就业 现在呢 他执掌着武林密集圣地 长津阁 研究僧朱炳帆 现在呢既做公关部长 又当起了少林寺的新闻发言人 朱炳帆开心地表示 同学们都羡慕我的工作 有山有水 没雾霾呀 专注于一件事 不一定会赢 但肯定不会输 祝福每位新毕业的大学生 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三农时讯 在日前召开的推动种业发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表示 目前我国每年推广使用农作物 主要品种约5000个 自育品种占主导地位 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于新荣表示 中国主要弄作物的种子 供应充足 市场价格平稳 其中主要的良棉油作物 无论是虚种量和生产量 这几年都基本上保持供应充足 总体平稳的态势 近日来自湖北省恩施州的46家茶叶企业 500多个茶叶品种 在北京民族文化工举行的品名会上 受到北京市民的热捧 近年来恩施州持续开发特色资源 实施西茶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并着力加强品牌整合 使西茶产业成为重要的富民产业 带着好茶进京找婆家 更是带火了西茶产业 签约的这个价值在11个亿左右 通过这次签约 对我们州里边整个茶产业的发展 和茶产业的这个建设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古树上也能开出月季花 河南平顶山曹振乡银王村的王春岭 将灌木嫁接到桥木上 月季花变成月季花树 嫁接后不仅花期从四个月延长到八个月 每盆花的价格也是扶摇至上 从最初二三十元直升到五六百元 甚至几万元 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来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提供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今天的巨家三农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